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知道全世界每年开采的白银数量有多少吗? 如果把这些开采的白银都放在一起的话呢 可以填满整个体育场 但是更惊人的是什么呢? 大部分的这些白银居然没有办法再回收 或者说回不来了 那么去哪里呢? 为什么这么大的白银开采量 但真正能够进入到流通 而且影响到市场价格的白银 却比你想象中少 今天我们就从白银协会最新的市场趋势报告出发 带您揭秘全球白银库存背后的隐藏的秘密 同样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黄金和白银哪个更稀缺呢? 很多人会说黄金 其实不完全对 虽然历史上白银的开采总量非常巨大 达到570亿盎司 但绝大部分的白银竟然永久的从人类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难以视线对不对? 为什么那么多白银会凭空消失了呢? 原因就是白银广泛应用于工业 很多工业的产品中的白银要么含量太低回收不划算 要么就直接被消耗掉了 好像你用过的老实胶卷 废弃的电子元件 甚至你在印度吃到的某些糖果上的白银锡 这些都让白银永久失踪了 而剩下的白银大部分又以银定或者制成饼 例如首饰和银器的形式存在 这些白银到底多不多呢? 会对市场造成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报告告诉我们 虽然白银库存很多 但是真正影响市场走势的白银却很少 只有投资者持有的少数银定库存才能快速流通 那到底库存的变化和白银的价格有什么神秘的关系呢? 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也许你会问我们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白银 根据报告估算 截止2023年底 全球地上白银库存约193亿盎司 这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实际上超过一半是沉睡在工厂和家庭里面的 没有办法快速进入到市场 而真正能够快速买卖的白银银定只有大约81亿盎司 也就是说这81亿盎司才是真正影响白银价格的所谓幕后黑手了 第一制成品的白银库存 制成品白银库存的故事呢 就好像你家里面的那些已经被遗忘的那些老旧的首饰了 虽然他们好像有价值 但却被很少人提起来 只有当白银价格特别高的时候才可能被重新拿出来 回收再利用了 从1990年到现在制成品白银的库存是明显在增长的 特别是在工业领域白银的用量大增 尤其胎能光伏产业的崛起 消耗超过13亿盎司的白银 这相当于每个地球人手里都拿着几枚白银的银币那么多 但问题来了 这些白银真的会在短时间内可以回收利用吗 这个答案恐怕就让你意想不到了 第二点工业库存 你家屋顶上的太阳能板 可能就是一个隐藏的银矿 没有错 最近几年来 光伏产业成为了白银市场的最大的黑马之一 20年间白银的工业需求几乎翻倍 2023年光伏产业用了大概1.94亿盎司的白银 而未来随着这些太阳能板的更新迭代 回收可能才会开始大规模的发生 但到了那个时候市场的白银价格可能早已经是翻天覆地了 第三摄影库存 有谁还记得你上一次拍照是用胶卷 而不是手机 是什么时候呢 对吧 数码技术的革命几乎是彻底杀死了摄影行业对于白银的需求 1999年摄影业曾经达到了顶峰消耗2.29亿盎司的白银 到了2023年却只有可怜的2700万盎司了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你想象一下20年前你手上的相机胶卷 居然是当时候白银市场的主角 第四点 银器和珠宝的库存 银器和珠宝库存占了制成品白银库存的绝大部分 高达89亿盎司 而这些白银制成品家家户户都有 但真正能够进入到市场的机会却非常有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制成品更多的时候代表的是家庭的记忆 情感 价格再高 也很多人都不会拿出来卖 也不舍得卖 这种情感的因素呢 也在间接影响着白银的市场价格 第五 银定的库存 银定才是真正的白银市场的明星 1960年代 美国政府曾经疯狂的抛售银币 将将近20亿盎司的银币呢 迅速转移到个人私人投资者手中 所有几十年 私人银定的库存持续上下波动 每一次波动的背后呢 都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财富转移的故事 白银库存和银价就像一对充满戏剧性的欢喜冤家 看似互相不相干 但一旦产生了变化就能掀起了市场的狂风巨浪 整体的库存其实并不直接影响赢价 看似非常矛盾的现象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关联的秘密 关键并不在于库存有多少 而是这些白银在谁的手里是否愿意卖出来 特别是在1990年代 白银库存下降和白银价格低迷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第一 制成品的库存对于白银价格的影响 例如珠宝 银器和工业品的库存变化都间接影响着白银的价格 例如银价高位的时候 人们会踊跃出售家中尘封已久的银器 这种家庭库存大清仓的形式 竟然能够短期之内压制白银价格的上涨 而这些回收的高峰 往往与白银价格的飙升或者暴跌紧密相关 第二 真正主宰白银市场涨跌的 是私人投资者的银定的库存 最近15年私人银定库存大增 投资者的买卖行为成为市场最大的风向标 历史上告诉我们 当私人投资者疯狂买入银定的时候 白银价格就能突破天际 1980年 白银价格飙升的背后 就曾出现过类似的疯狂购买的狂潮 第三 白银ETF是市场价格的神秘的推手 白银ETF更像是市场风向的晴雨表 每一次ETF库存的变化都能够精准捕捉到市场情绪的微妙变化 有时候甚至ETF增长与减少和白银价格的走势完全相反 这种反常的现象又往往隐藏着投资者更深层次的战略的布局 看到这里你一定发现了 原来白银市场背后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精彩的多 对吧 每一次价格的波动都隐藏着市场当中无数个投资者的悲欢离合 所以下一次再看到白银价格波动的时候 你可能要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白银价格是否有一个超级周期呢 如果有我们应该能够怎样把握这个机会呢 哎现在屏幕右方的这个视频就是白银协会在年初时候发布的一个权威报告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啊 我们下期再见